说起总统,我们知道是一个国家的元首,不过每个国家国情不一样,所以总统的权利都是不一样的。 有些国家的总统,只是一个象征作用,比如印度、德国等。 这些国家总统只是国家元首,没有其他任何实权。 还有些国家的总统是有实权的,比如我们知道的美国总统、韩国总统等。 这些国家的总统都是有一定的实权的,至少是掌握住国家的行政权。 但是即使是掌握实权,他们的权利还是有区别的。 我们看一下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总统,我们以为一定是美国总统。 因为美国是世界的霸主,美国总统又拥有住实权。 肯定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总统了。 但是不是的。 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,总统权力还要受国会和法院的限制。 有很多事情是自己说的不算的。 而另一个国家法国总统,可是比美国总统厉害得多。 所以法国总统被称为帝王班的总统。 法国现在是第五共和国。 法国总统是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。 目前任期是五年。 可以连选连任。 没有限制的。 我们看一下这句话。 首先是选民直接选举产生。 这句话说明总统对选民直接负责。 不需要经过其他任何代表。 也就说,总统不需要对所谓的议会负责。 因为我不是你选举出来的。 这一下就跳出了总统被议会限制的范围。 其次就是任期。 任期五年。 连选连任。 目前,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是四五年的任期。 但是都不能连选连任的。 法国是极少数保留这个习惯的。 其实之前法国总统是任期七年的。 也是连选连任。 这个任期可以说是所有民主国家里面最长的。 最后赶成五年了。 除了上面的权力。 还有其他权力。 法国总统凌驾于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之上。 因为是民众直接选举的。 所以对民众负责。 换句话说,也就不需要对国家任何机关负责。 做任何事都可以说是民众统一的。 而且法国总统还有特赦权。 不过这个权力。 大多数国家元首都是拥有的。 法国对议会负责的是总理。 因为总理是议会选举出来的。 但是总理是需要听总统的。 所以总理有时候很为难。 但是和总统无关。 其实法国总统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权力,是他们历史有很大的关系。 现在的法国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。 之前有第三和第四共和国。 第三共和国确定的时候,总统是有很大的权力的。 但是很多权力,最后都被总理架空了。 时间久了之后,总统只是个象征了。 二战后的第四共和国,虽然成立了。 这时候,总统权力,又被议会架空了。 这时候对国家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。 所以戴高乐带领法国人民,建立了第五共和国。 受第三、第四共和国的影响。 所以第五共和国明显的减少了总理和议会的权力。 把总统的权力给空前的提高。 也可以说,这个确实符合法国国情。 目前,人家发展的还是非常好。